大家早上好 你看我洗了头发 头发还没干呢 不过没关系 我今天要去一个英国的海边 叫Haling Island 要去那里去吃鱼条 没事戴上我的帽子 我知道我可以就是吹吹风 把它吹干了 我觉得不吹了吧 出去戴上帽子就没事 我们到那时候再见吧 我们出发了 拿上我的帽子 我穿着大衣 就因为怕海边吧 挺冷的 海边挂风 挂海风 把包包比较乱进去 我自己带着水 带着饮料 带着我的tomato ketchup 然后呢再找salt 自己带盐 因为我觉得fish chips 它肯定不能用海盐 其实都无所谓了 我主要是家里也有盐 自己带着 然后再自己带着 自己带着 为那个 自己带上 因为要在车里吃 所以呢 它弄脏车 这就装好了 出发了 今天天气不错 after 800 yards 前面的背景有山软 前面的背景有山软 我记得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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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你会跑道? 你会跑道路 去海岸 对 地坡 这就是得到海岸 看,那层看 还在水面 不错 对 在etera? 我像那樣 超過 是它以後? 不 是它 是它? 不? 不是 是它 我和老板娘说以前我记着一个挺老的也是像中国老太太带着儿子在这做 她说那是十五六年前了吧 我说可能是 你看就在这边 这老板人真的不错 看你脸 我拍的这些东西 我喜欢拍天 谢谢你这样就行 你看着了 好来谢谢 真好 谢谢谢谢 大鱼谢谢 石克郎让我今天早上从家里带刀子和叉子我忘了 我光拿水拿 拿那个蓝色的盘子了 忘拿了 到海边了 这海浪太大了 今天 我这是要来买停车的车票 因为这些鸟支支歪歪的挺吵的 今天风这么大 他们不去捕鱼去在这等着吃 我吃剩的薯条可能是 这家鱼条店我觉得做的也非常的不错 老板呢也人很好 给了我很多薯条 这些鸟支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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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tels out Wentels out I said Wentels out I said They're all waiting now When you go for a walk No When you open your door That's a big bird Looks like a hawk But the others are trying to scare him off look What's a big hair? No I'm not sure I'm not sure It's a big bitch I want to show you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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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沫形状的是吧 甜甜嘴上都有盐的味道 他让我趴着拍海浪 我才不能一个海浪过来 把我手机卷没了 他不相信非要去赶海 要是脚湿了 看你怎么开车 你看 我天哪 我看到这个海边上 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是一种贝壳类的东西 他说 如果家里养鸟的人呢 把它拿回去 那个鸟就喜欢 用它磨自己的那个beak 把它磨得就好像和磨刀石似的 磨嘴石 因为家里不养鸟 要有鹦鹉啊什么的 你看好多呢 我发现 我要不捡一个小石头回去吧 这个贝壳我就不要了 做纪念 捡一个小小的石头 拿回去 现在到镇上去走走 看看他们小镇上 都有什么东西吧 这个seafront 这些houses都建得很漂亮 这里应该算是一个 不大的一个小岛 并不像R.O.Wide 或Jerzen Garden那么大 就很安静 这是一个铁路 旧的铁路沿线 其实已经 又不用了 不知道有没有废弃 海边是不是都有卖冰淇淋的 我就不买了 因为我不想吃 因为现在不是夏季 所以呢 来旅游的人不是特别多 虽然是春天了 可是还有点冷 很多店铺呢 都没有开 其实店铺也不多 这是一个小公园类似 前面这个apartment 可以想象老人住在这 一出来看到海 心情很好是吧 所以很多英国老人退休 都渡住海边 发现了这么一个东西 他问我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他说这个就是在以前的时候 惩罚人的比方不是什么砍头的 我以为是砍头的呢 我还以为分头大头小 装了几个洞 他就是说 谁要是调皮犯了就是有偷窃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轻的一些罪行的时候 就把这小孩 如果有小孩有成人吧 这个小的就把小孩的手放在这 那身体在那个板子上 让这个大的呢 就是放成人的这个手 把手放在这 头呢在这个上面 然后人家可以让他扔西红柿 还有鸡蛋之类的东西 这是放手的不是头 以前还有这种惩罚人的这么一种工具 那现在肯定是不可能有了 现在都变了 你看现在这风太大了 我的妈呀 水仙花都吹得东倒西歪的 也是英国一个连锁超市 不过这个超市 我很少见 也是一个小超市吧 哎呀你看这太好了 像不像中国我们呢 大排档 喝个小酒啊 吃个烧烤啊 弄个蟹子吃吃晚上 哎真是不错 边上是一个小杂货店进去瞧瞧 我觉得这个店铺对我来说 应该是这个镇上最有意义的一个店铺了吧 它还有一些卖游泳衣啊什么 什么这些店铺 啊 哇真是懒喜欢 小贵白碗 不可能 一定是懒喜欢 懒就行 逛了一圈呢 我现在就准备回家了 这个小岛 不错的还是 就是今天风 其实海边风都挺大的 就出来以后 不管冬天夏天的 一定要戴着个大围巾 吹得稍微有点头疼 戴着帽才吹得头疼 看一看 你看天这个白云不动 就是海边这风浪太大了 不清楚这个火车站现在还有没有在运行 应该不会了吧 经历四季又下雨了 太胖了 我也吃了鸡的鸡 两个酸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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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女士 然后我会去看她 然后我会去看她 库 两个酸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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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 鸡 现在坐车里 就觉得热了 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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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我都不认为 对,这里看起来 不认为,我认为,你也没有车 有车在里面吗? 不,我找不到 从这个Hating Island也能看到Portmouth 就是那个建筑物 刚才网络和大家说了 开车也不远就能到Portmouth 和我们那个同胞聊天的时候 他说Portmouth如果住在这儿的居民 一般都到Portmouth的华人超市 去买中国的食物 还是挺平静的这么一个小镇 有一天美好的回忆 来到了Hating Island 我来过有三四次吧 不过不是每年都来 也是空气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小岛屿 现在风还是有点大 刮着大风回去了 我指的这个尖顶的装置 就是朴瓷茅斯的标志建筑屋 回到家呢 喝上一杯饮料 今天也是满满的回忆 幸福的回忆吧 算是很高兴 因为去了不同地方 今天买的这个是 我本来想买这个橘子汁和这个芒果的 结果发现它们没卖 这是Tropical 有菠萝什么的 OK就这样吧 感谢大家收看了 我们下次再见 干杯 干杯 谢谢大家